大家好,欢迎收听网行变载部的节目 今节想跟大家讲讲关于美国的话题 虽然美国的中期选举还在点票 但在众议院方面 共和党的优势明显抛离民主党 结果会怎样呢? 在今节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最重要是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行变载部正向波和晒冷气 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虽然在选举前 不少媒体都预测共和党会在众议院大胜 但照目前来看 那个赢面就不是真的相差得太大 而共和党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Gevin McKenzie 就在前日已经宣布共和党 已经获得足够的席位 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 意思就是了 作为现屋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 就一定要走的了 而作为民主党人的拜登 他较早前也说过 如果民主党失去对国会的控制 恐怕会带来不少的麻烦 不过看来佩洛西落台已成定局了 但是他会不会这么甘心就离开这个美国的政治舞台呢 而事实上佩洛西这个人真的不要小看他 虽然他都一把年多 但是在美国的政坛上的野心都颇为之大 因为他的政治地位和他的家族财富和生意 之间的关系也都非常密切和重要的 若果佩洛西在政坛上没有订棋的话 意思就是很可能会直接影响他的家族生意 至于过往一直被共和党 指责他以权谋私 资商授受等等的事情 很可能会继续遭受到共和党的追击 如果有什么差池恐怕会生败名裂 而在过去的日子他作为众议院议长 有不少的媒体也都经常指责他 利用职务之变违法谋理 不过作为众议院议长的他 要将一些丑闻压他下来也不是说没办法的 不过如今他很大很大机会会失去众议院议长的补助 那么他的政治地位和他的政治影响力 又能够获得延续呢 在今年九月的时候 他的死对头媒体Fox News 就曾经爆过他 早就有一个计划的就是 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失利的话 那么他就会下台 之后拜登政府就会安排他出任 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这个职位 而拜登看来就好像真是 继续的位置给他 因为去到今时今日 拜登都还未任命新的驻意大利大使 而至于佩洛西他自己呢 之前就这样说过的 如果在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去众议院的控制权的话 他会就他先生较早前在他家里遇集的事情 会影响到他会不会作出退休的决定 他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他先生遇集到底和他这个众议院议长的职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在今次这次的中期选举里面 其实就不轮到他说退不退休的 因为民主党明显就在众议院将会失去这个的控制权 到时他不退下来都不行了 至于佩洛西究竟能不能够出任美国驻意大利的大使呢 这个职位奇就奇在 为什么会有媒体将这个计划曝光先 第二就是如果他真的失去了众议院议长职位之后 就出任驻意大利大使的话 会不会导致民主党党内的人所反弹呢 以他这么大的年纪 照道理就应该完全退下来的 并且他也都较早前这样说过 就因为他先生在家中被袭击一时 会考虑退休 如果他真的出任意大利大使的话 某个程度上他算得上有所食言的 所以如果他真的出任驻意大利大使的话 那个食相就很难看了 而还有一点佩洛西也都需要考虑的就是 意大利新的右翼女总理就已经正式就任了 从意识形态上 这位意大利的右翼女总理就和美国的民主党 可以说是得上南源不切的 这一点也和他的政治理念相左 从这几点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见到佩洛西出任意大利的大使呢 看来的可能性就不大 不过会不会去其他国家呢 还有佩洛西下台之后 共和党的Gevin McKenzie 也都会成为美国新任的众议院议长 在佩洛西做众议院议长的时候 他对中国可以说得上全有异常的敌意 好了换做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 又会不会对中国减少一定的敌意呢 我相信对中国的政策 无论哪个党插庄都好 都是不会变的 因为反华可以算得上两党目前最大的共识 无论哪个党插庄都好 总之反华就是属于两党的第一任务 其中的分别就是不同的方法 而Gevin McKenzie在中期选举的前夕也曾经多次 发表针对中国的言论 他这样说过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的控制权的话 就将会在众议院对中国发起一系列的调查 当中包括对有关新冠源头的调查 和中国摄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调查 我认为这些调查是很无谓的 因为这些是属于政治上的调查 就算没有实质证据都好 都能够制造一定的证据 但是在美国这两个党的政治里面 反华就是一个最大的共识 只要继续在一些针对中国有关的议题 继续大做文章的话 那就可以有效地团结 党和不会引来对家的反弹 这张牌是最安全可靠的 而且早在2020年5月的时候 就是Kivan McKenzie 为首的共和党 一的反华政客 成立了一个叫做的 de 中国工作组 目的就是要针对中国抹黑造谣 打好这一场反华舆论战 所以 Heaven McKenzie上台之后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对中国来说 就算哪一个上台都好 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相信佩洛西 他在8月的时候 就曾经整整整个月 就将台海搞出很多风风雨雨 好了 现在共和党渣庄的话 很大机会也会继续借着台海的炒作 来到去向民主党施压 甚至乎会制造一些更新的话题出来 借反华这个机会继续向民主党施压 而对于拜登来说 接下来那两年的任期 他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 很多政策 例如财政撥款议案等等 将会遭受到共和党的罪击 但是呢 面对这些罪击 两党斗争是会变得异常激烈的 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特朗普较早前 将会在11月15日 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 外界就纷纷认为 他将会在当日正式宣布参选 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如果是真的话 那就好玩很多了 过去的日子里面 我们看到拜登、特朗普和佩洛西 三个老人家 互相施杀 现在佩洛西就走了 剩下的就得回特朗普和拜登 加上众议院 又被共和党重夺控制权 再加上 特朗普在选举之前 意思是在中期选举之前 他在一场的拉票演讲里面 当时就下着大雨 但是他全场表演激情演讲 一位76岁的老人家 都还禁博杀 很多人就将他制成短视频 来到他大肆宣传 现在的特朗普人气高涨 但是拜登的民主党阵营 看来就处于下风 在余下那两年的任期 如果拜登做不到一些 令人突出亮眼的政绩的话 两年之后 特朗普重回白宫的可能性 都挺大的 还有一样东西 较早前 在选举之前 如果共和党重夺众议院的话 共和党就会停止对 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那就麻烦了 埃登真是扑心扑命 支持扎连斯基 支持乌克兰 如果这条水断了的话 扎连斯基的地位就会变得很危险 乌克兰也会出现更大的变数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在中期选举之前 美国媒体也放风 乌克兰赫尔松会出现大战 但是发展到今天 俄军就主动先撤出赫尔松 即是说 赫尔松大战就打不起 打不起赫尔松大战 也就是不能再借助乌克兰的战况 来影响美国国内的中期选举 还有 接着下来的日子 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那个难度也会更加之高 因为民主党将会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权 这点恐怕会造成一个连锁反应 其他欧洲国家相信也会 像美国一样停止对乌克兰提供援助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我反而就乐见 为什么 因为战争很大机会 可以提前结束 当然 这个代价就是乌克兰 不会失去部分的领土而终结 如果从乌克兰角度来说 这点是耻辱来的 但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 自实上真的实力懸殊 如果不是获得来自美国的援助 乌克兰都不会支持到今时今日 如果大家还记得 在俄乌战争开打初期 俄军势如破竹 几乎入到几乎 但是自从获得英美和西方各国的支援之后 乌克兰就一直支持到现在 但是当美国的老大哥出现政治上的变化之后 这个支援恐怕就一定会受到影响了 政治就很现实的 俄乌战争所带来的伤亡 最后就只能够成为其他国家的政客 手上的政治筹码 真是非常无情 不过对中国来说 这些事情真的要特别警惕 因为万一当美国在亚洲 成功和中国挑起一些纷争的话 所带来的麻烦很可能会很大 除了台海出问题之外 朝鲜半岛 最近也不多太平 所以中国只需要一样东西 就是战略定力 对中国唯一最重要的就是 继续壮大自己 做好自己的本分 这样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今次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